今天的依次各个股推介 就是普普马特9992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华组 描选原因 就是港股继续在25000点关口增持 策略上股份关注职优股 例如普普马特等 普普马特第三季业绩好过预期 收入二岸年增加7.5%至8% 其中线下零售店铺受疫情影响 收入增长防换升幅4.5% 但线上电商平台收入增速加快 升了1.2倍至1.3倍 全年来说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普普马特今年盈利会有10亿9千万人民币 按年增长超过一倍 普普马特的股价继续升穿下降轨 11月以来累积升超过三成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未有持货者可以在58元以下吸纳 上网70元跌穿54元减持 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